弹崽派对服务器被入侵了 就在2024年4月13日至4月14日 弹崽派对的弹崽岛被未知识入侵 刚一弹崽程序员快马加鞭 紧急进行了修复调整 才发起了一场危机 什么 你还不知道吗 就在昨天 你的弹崽在弹崽岛上游玩的时候 难道没有发现 一直沿着规定好的路线 在弹崽岛逛街的Luby 离奇的产生了自我意识 还是慌不择路了吗 还有岛上突然出现了一只保持滚动状态 无法恢复的弹 还有漫天乱飞的勾转 甚至一直处于穿梭状态 还能一直飞行的弹 永远不会消失的雪球 永远不会消失的闪电 还有一直被电的弹弹 如果这些离奇的事情 你都没有遇到 那你真的是太幸运了 接下来就有行刑老师给大家讲讲 昨天淡崽岛上发生了那些离奇的事件吧 其实就在昨天的凌晨 淡崽岛上出现了一个惊天的bug 没有任何繁琐的操作 也不需要其他弹配合 就可以实现对淡崽岛的轰炸 我们只需携带勾爪技能 然后来到卢比打卡点这里 在使用勾爪之后 点击加入打卡牌子 看到自己的勾爪没有消失 就说明已经成功了 bug的效果会影响你目前所在的淡崽岛 岛上的一切都会保持你卡这个bug时的状态 意思就是 你卡这个bug时 如果有一只弹开始了滚动 那么它就会一直保持滚动状态 就算淡崽岛刷新也没有用 还有卢比 它本来应该是在淡崽岛上巡逻 但是我们卡了bug之后 它就会一直沿着一个方向一直向前 还有我们使用的技能 雪球树的雪球会一直保留 落雷树的云朵也会一直的存在 甚至被电的淡崽也会一直被电 这个bug只有两种解决办法 第一种就是退出游戏重进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们每退一次游戏 就会加入一个新的淡崽岛 第二种就是开一局游戏 效果跟重进游戏是一样的 都是为了离开我们现在所在的淡崽岛 这时候就有弹药问了 我为什么不直接切换岛屿呢 因为聊天界面也坏了 这个导致整个淡崽岛卡住的bug 短时间内就被王仪修复了 但是还没过多久 就在昨天下午 又出现了一个效果一模一样的bug 来到露营地的紫色枕头前 同样是使用勾转 然后点击坐下 就可以获得一模一样的bug 这次王仪更是快麻加鞭的修复了 虽然王仪修复的很快 但醒醒我觉得 最大的bug好像是这个勾爪呀 我还没想到这次王仪修复了